我們文化術今年的人文講座的主題是 《聽說馬祖》 請問我們特別的是 這個我們夢想成真的講座 我們主要是邀請我們 一些成功的女孩的鄉親 來回來跟我們分享成功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的 我們第一場夢想成真講座 今年第一場講座 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的 我們鼎泰宮紅曲滷味創辦的 我們陳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介紹我們鼎泰宮的馬祖味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馬祖的好滋味 就是我們叫做洪昭 他成功研發這個紅曲滷味的一個歷程 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陳老師也是我們的馬祖南竿 十歲的時候就到台灣定居 那他也是曾經當過這個會計主管 也當過這個獎師名廚 那他的歷程很豐富 那經過了一個歷境之後 他又就是很堅持他的理想 所以之後就是很成功的創辦了這個 我們鼎泰宮紅曲的這個滷味 那這個部分就是也得了很多獲獎無數 這個我們等一下我們老師也會幫我們介紹 特別的是特別值得議題的是 我們老師的這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紅曲滷味 是桃園的十大伴手禮之一 好真的是很難得 因為我每一場出去的演講 我大概目前演講六十幾部機場吧 都是穿著制服書師服 我工作一次穿書師服 唯一的一次我只戴著T恤 因為我並不太買衣服 所以只有T恤可以穿 所以特別的拉近大家的人距離 那剛剛都不用再問候了 專員已經各各各各問候了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鼎泰宮馬祖鼓位 這個東西啊 這個品牌是我創定的 名字也是我取的 這個鼎呢 因為我姓陳 這個鼎就是陳 陳的馬祖化 所以是鼎泰宮 小時候就是常常聽到 這個江泰宮的一些故事 五朝五月 但是因為個性很倔強的我 跟父親講說 以後我會比江泰宮更厲害 以後他叫我定泰宮 就這樣子 終於他落實了這個 對 好 來 OK 我們創立在100年 其實98年已經設立登記了 我繳稅繳了兩年 完全沒有在經營 那我在深登 網路 在學習 那真正的開始做是100年 那我們鴻君爐我也是不加一滴血 競爭的優勢 那就是因為非常的濃 跟一般的人會不一樣 待會會有試吃 待會到一半的時候 休息下來試吃 然後才用馬祖全量的紅麴乳酥 馬祖的紅麴大家都知道 發酵30天40天 有沒有能發酵90天 有沒有 知道嗎 90天能不能吃 會不會酸掉 知道嗎 可以對不對 可以 可以 我們可以發酵到90天 那我們的菌種比一般的多 我可能會比五老的那種 弱麵的方式啊 這種方式的發酵我更精進了 那我們也去每年都在做這一方面的檢驗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紅麴基本上比外面的好 油脂太多太多 然後你待會吃的時候啊 你發覺非常的濃郁 滷味用濃郁來形容 很難喔 很難 然後待會吃的一個百葉凍豆果 比較清爽 所有東西都是濃郁 這是跟房間不一樣的 然後吃了以後不會口乾舌燥 你知道滷味95%以上 吃的都會口渴 有沒有這經驗 有 大量的摄素 大量的香精 大量的味素 OK 那 摄素 香精 水一定的比例 就可以調出一鍋滷汁 美齊民說一個養生中藥 其實是一個小乳包 OK 那我們的滷味呢 特別在哪裡 它的滷汁 是你在家裡滷一鍋焢肉 媽媽滷焢肉 焢肉很好吃 那請問 在齊民在用原來的滷汁 再滷第二鍋 它的品質要跟第一鍋一樣 再用原來的滷汁再去滷 滷一百鍋 它的品質要跟第一鍋一樣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連我自己都不相信可能 可是我卻研發出來 我為了研發這個三個月 不眠不休 研發到連醬油 一個大品牌出了狀況 我告到消心會去 它發酵過不 因為我玩發酵的我懂 然後 我起先告到消心 起先還沒有告 是跟他們講他醬油的問題 他看我一個女孩子 他不理我 第三次我就跟他講 我要告到消心會去 結果他們大廠的所有的總經理 常常全部下網 然後他問我說怎麼回事 我說你的醬油裡面全是未出 他說不可能 我說這是百分之百全量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 找你的第一線的研發人員 我見他一面 他說不行 我說可不可以通一通電話 他說不行 我說那麻煩你幫我轉告 問他你們裡面是不是都是未出 因為這個直接會影響到我後面的配方 你知道嗎 後來兩天後回來 他跟我講 他說陳小姐 真厲害耶 果然是未出 但是是未出的原料 這件事情也 那個還一些重點 因為都比他有關 就不談 最後我沒有 我朋友就這樣 就這樣子和解 然後他 他為了要經營我 他有去出狀況 所以大概拜年時間 送禮送禮 這件事情就拜公了 那五味是還蠻特別的 OK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現在在家裡做的 這個 用一用的 紅菊酒啊 紅菊啊 這樣子 這個我大概花五分鐘時間 大概介紹一下我的東西 再來講故事 這紅菊一定要盛釀 盛釀的一般的紅菊 盧不出這種濃郁 不加一滴水 這個鍋子很小 是我當初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來採訪的 現在這鍋子到我胸部 這一鍋一葉額大概三萬塊 那我們在二樓 視頻的房間 那個小小單人房的房間 這樣幾次六個爐 那一鍋三萬塊 那一葉額是多少 重點是 這麼小的廚房裡面 怎麼可以創造這麼大的一個產值 那就是SOP 那待會再來談一下這個 這是我 這是我們現場 這就是我 這鍋子到我的胸部 這師父 這是我 好像抬起來 這三十斤耶 抬起來真的是要我的命 那個創乳法 因為整個SOP的創乳法 這媒體來拍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過 我是抬著做的 這是我現場工作的狀況 好 這邊也是阿姨的包裝 包裝的狀態 那現在我們這邊的產品呢 看起來顏色很紅對不對 事實上 如果你不加醬油 它是紅的 因為加了醬油 剛滷出來是這個顏色 可是如果它是色素 它會一直保持這個顏色 因為我們沒有色素 它會被那個醬油吸收 會慢慢慢慢 最後變成暗色 你會看不到那個紅皮的顏色 所以我們吃很天然的東西 待會兒有雞爪吧 雞爪可以吃 雞爪可以吃 好 這豆干會呼吸的豆干 待會兒吃的豆干 可能有冷凍過 冷凍的話 它會那個比較粗糙 如果沒有經過冷凍的豆干 是非常非常的可控 那一有孔洞 會呼吸的豆干 那這個孔洞怎麼來啊 一般那個 豆干去乳的時候 一般是想炸 炸出孔洞之後去乳 就很滲透入味 可是我們頂泰宮的乳味 完全不油炸 那這個怎麼來 這個還要花一點時間 今天時間一定不夠 肉燥 肉燥大概 我們馬祖人大概都有吃吧 炒絞肉 對不對 它這一款呢 它回購率最高 有小孩子的 我百分之百 我是為小孩子設計的 幾乎都一上它 不油不肥不死嫌 同局回甘 這很特別 那這更特別 這個海帶 滷味界的海帶大度小一把 那這個海帶吃起來有點像 日本的昆布的糖果 沒有它的甜 沒有它的添加物 沒有味素 不加一滴水 這個是限量供應 好 這是限量供應 那百葉凍豆腐 是唯一 台灣不加一滴水乳的 待會也可以吃 百葉凍豆腐 就是一般滷味都有的嘛 但是我們就是不一樣 待會可以吃一下 看看 那我們現在已經 又來了一個 那個 失目一步 新產品這個月上市了 不在這裡 OK 這是我們現場 現場 失目啊 還有一趟包裝的現場 剛好那天 我要拍一些照片 要撥上樓 所以媒體剛好來 因為媒體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拒絕 可是他們會守在外面 他說我不會打擾你 你做什麼都不要管 都不要管我 所以他們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做我們的事情 所以他就直接拍了 OK 李泰公以往都載佩為主 到目前為止他沒有見面 他在一個石巷子裡面 鳥不聖誕的地方 甚至連卡帕都沒有 卡帕是今年才掛上去 小一小的一個 我們外面巷口外面的 萊爾夫啊 那個母親行每天都在掛院說 我的網友 你可不可以掛一個棠棒 你有網友都找不到 都不如他 連導航也找不到 沒有停車位 也進不來 但是我每天都還是 有網友進來嘛 那麼整個就是 宅佩 只做這件事情 七年來只做一件事 不容易 不容易 那實在是因為我一個人 也做不了太多事 OK 這個就是 我的門呢 這條路進來啊 這條路進來 應該不是這邊還在 你這邊還在 OK 客人從這邊進來 就這樣子 我們這邊擺一張桌子 他只能站在這裡 就這樣子來這邊買 那其實我 客人來的時候 我不會出現在現場這邊 可是因為媒體來拍的 他叫我站在這裡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阿姨在這邊包裝 就這麼小 我們廚房 廚房過來就是廚房的室 四道五名大 再過來這邊就是冰箱 然後就是一個總道 就這樣 就這麼小 這邊是一個大戶箱 這邊走道 這邊是四五名的廚房 就這樣子 然後在一個實相子裡 他就進不來啊 進不來 就這樣子 OK 那這幾年我努力呢 就是得了一些獎項 這個2012年 我代表台灣的產品 包向國外參加台灣購物節 這是經濟部把我拋出去的 2014年跟2015年 政府辦了兩屆的 桃園妙點輔導計畫 就是他選了十家企業 政府要把他拉起來的 那是唯一我一家 兩屆都上 所以政府花了一些機會 在我們身上 可是很可惜 就說因為我一個人 沒錢又沒人 他怎麼輔導我 所以那些部門來的時候 他們也無力感 然後我只送他一句話 我沒錢沒人 你看要怎麼做 你只要這樣回答我就好了 其他講再多 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講的很多那種理論啊 為了要簽名 他們要領錢 那 李泰峰的行銷途間來的時候 他帶了一個 美國很有名的 什麼專家 就來指導我 後來我吐了這句話 他傻眼了 然後我開始介紹我的財品 介紹的十五分鐘 他回我一句話 他說 我該講的話 你都講了 OK 就講簽字 他就拿錢 所以我覺得 顧問政府的資源其實很好 那就是因為我 我沒有資源耶 我一個人 然後第六個顧問 是還蠻特別的 第六個顧問 他看到我一個人啊 沒錢沒人 他根本就是那種 有一種不屑的眼光 根本不需要輔導 不值得輔導 那種眼神 然後潮潮聊聊潮潮的 你講了幾句話 就簽個名 這樣 他完全不看好我 結果後來呢 現在每一場的演講啊 我都代表政府 今年呢 我已經成為政府的創業部門 跟他平起平坐 他完全太走眼了 對 這很奇怪的 然後再來二零一四年 入選了微型企業開門 創業開門 這個創業開門 就是我的廚房整個也是OB 精簡到不行 我待會兒我有時間 可以去分享一下這個 很特別很特別 然後今年呢 參加桃園麥基金三角的料理參賽 我們的冠軍 用什麼呢 舌尖上的紅菊 他那個是雲林的料理 緬甸的料理 我代表馬祖 用馬祖的紅菊 我經過我的加工 然後去參賽 結果馬祖的紅菊 得冠軍 這今年 所以這很棒喔 然後今年 就擔任勞動部發展型的 創業諮詢部門 這創業諮詢部門 主要是在 補導生產線的SOP 還有研發 還有電子商務 因為政府這幾年呢 店家出現了一些問題 比方說有一家 他寶寶早餐店 他加盟十三家 然後他生產線的 那個義大利麵醬啊 就是會酸掉 又不會搭 第二天就壞掉 他不曉得怎麼拚 怎麼用 可是沒有一個顧問能夠補導 所以後來類似那種 生產線補導 就包給我 請我去幫忙 那我也不收費 我完全就是義務性 去協助大家 最後他發現沒有這樣的 怎麼不行 現在我就成為他們 這一個的部門 OK 這是免費媒體報導 其實大概有二十幾家 二十幾家 蘋果日報報的時候 這還蠻特別的 嚇死我了 那一次 這一個 這個也是媒體報導 70年我快創業了 這個蘋果日報 它是整天啊 這一天五十萬 五十萬 我不用錢 這個出來的時候 前一天那個記者打電話給我 他說 陳姐 待會七點要播放 在Youtuber要播放 我心想Youtuber誰看 又沒有人認識我 那時候第一次叫大學的 我完全都不管他呢 然後到了半夜一點 我要睡覺 我會去拉訂單 我的後台的訂單 官網的訂單 我的馬拉不完呢 就拉一發 我嚇死了 可是也來不及了 我已經累了 到了第二天 六點了 電話就來了 然後呢到八點吧 電話沒停過 人來的沒停過 我快抄到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連續大概一個禮拜 不眠不休 然後那個行證 那時候還沒有行證喔 自己坐在後台 那備註來有很多客人要求 要幾號出過 要辣椒用食物的一堆 然後我立刻就整個SOP 你把整個的結構啊 身材線的結構整個改掉 然後有什麼會計行證啊 然後有事物啊 什麼都定位了 OK 才改善這一波 那我後來就知道說 媒體報導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OK 這也是 TPS這個報導的時候還蠻特別 在中午喔 新聞一分鐘而已 你知道嗎 你那時候都還不知道耶 還在工作 嚇死了那個人 你用進來 你倒是沒辦法工作 一分鐘而已 OK 這個是東昇嘛 其實他非常能夠報導 日睡三個小時 這個他有點誇張啦 這日睡三個小時 是我研發的時候 研發的時候 三個月是日睡三個小時 研發是一個 在我生命中 是一個我跟滷味談戀愛的感覺 從來沒有 他非常的精華 沒有媒體喔 有時間去拍這個 那這一次 這個月 臺灣下潛中 有拍到這一點點的感覺 那上個月是一步一腳印 有聊到那個 我研發的時候 這是會呼吸的豆干 當初我的豆干是硬的 我研發的時候是硬的 我叫做黑皮豆干 黑色的黑皮 就是皮嘛 當初我做他的手很快的 所以我隨便取個快的豆干 結果那個部位下來的時候 他叫我改成 會呼吸的豆干 因為有孔洞 那喜歡是硬的豆干的人 是不吃軟的 吃軟的就不吃硬的 所以消費儲取是不一樣的 可是一旦我改了 會呼吸的豆干 這個就爆蛋了 這行銷所長真的很厲害 這豆干是目前營業最高的 OK 這個也是 這是隨便拿取的 這個是得獎的 得獎的一些照片 這個是參加政府的參展 大概三四十次吧 有一年我專門在參展 那時候生意還不好 你知道我是把門關起來 電話轉接到手機 然後我跟我另外一個學生 我請他當我的員工長 我們每天就要跑去 去到處參展 那他說很難罵 真的很難罵 因為沒有人了解我們 那到現在我已經不用參展 我只要接一個演講 其實就三萬塊了 不然一天賣三萬塊很辛苦 這參展的現場 現場都蠻蠻特別的 現在來聊聊我們創業的故事 我是擔心家庭 76塊創業 90年代 90年吧 那時候走出來的時候 我押馬路押了兩天 我不知何去何去 你想想看嗎 兩個孩子 經情等等 沒有地方坐 所以我押了兩天 回來之後啊 自己拿了一張風紙 一支毛筆 寫了一句話 我說 我說 我走到四十歲 四十歲以前 替人打江山 到頭一場空 因為我的婚姻 過去就是一位 經商失敗三次 一直 我賺很多錢 但是一直掏出去 最後還付在上千萬 然後四十歲之後 將生命交給自己 重新出發 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把兩個孩子找來 找到了病情 告訴他說 從今以後 媽媽不會幫你洗衣服 不會出飯給你吃 你們必須要把媽媽 當成男女胎 我已經不是媽媽了 我們必須要走出來 你們每個人不要獨立 所以兩個孩子非常乖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幫他們洗過 任何一條內部 但是她很自豪的 常常對她所有的同學講 我媽媽是一個很棒的廚師 可是我從小只吃 會長大的 因為沒有時間煮啊 只能大鍋咖哩啊 大鍋麵啊 什麼都是大鍋 到現在還是一樣 所以他們現在都很會煮 都煮給我吃 所以在逆禁中的孩子 會比較生酸 然後最後呢 我快決定了 重新出發之後呢 我就決定再度進修 那怎麼進修 要是何訓何從還不知道 可是我去尋找政府 政府有很多的 知詢嘛 很多那種相當的課程 我去找 然後來找到創業的課程 我覺得打算去讀一讀 我覺得我上班 養不起這兩個孩子 因為兩個孩子 姿子還不錯 還蠻會讀書的 所以我來找那一頭 上了一一堆的課程 然後身兼數值 我在品泰宮的前身呢 我在那裡教中餐以及餅級 廚師證照 然後公培以及餅級 證照 面食術食創業小吃 所以我的學生非常多 那我那時候教的是 術程保證班 八千塊五堂課 我保證你口上 江湖一點絕點 迫不值錢 全部來自SOP 我的學生沒有肉食過 花花以及五堂課 一萬塊 我敢這樣子做 所以我那時候 都是一個介紹一個 沒有掛堂堂 沒有做任何的廣告 結果被人家告 被人家告 就是不合法 所以後來去申請補習班 但補習班那個消防很嚴 結果又過不去 建築師說要五十萬 因為沒有實用資料 整個幫你辦到好 那五十萬我哪有錢呢 所以最後我放棄了 我放棄之後呢 我決定去做頂泰宮 那時候我就想說要創業 那做頂泰宮 現在頂泰宮的設備 都是我那時候學生下來的爐灶 就是那時候是桌面上的這麼高度 我把那個角給切掉 變成矮的 然後可以放在大鍋裡 有沒有 然後很陽春的臭兒眼睛 然後鍋子 很多人都要來參觀我們的中央廚房 他們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可以這麼乾淨 這麼小可以這麼大的材料 我倒跟他們講你們都看不見了 什麼都看不見 只看見這三樣東西和陽春的東西 這就是SOP的厲害 我在做補習班的時候 我存了六十八萬 結果一個ADM等罩 全美的被詐騙集團 騙走了 當下他就是用手機這樣遙控 遙控 我還記得當下印象很深 叫我要押A盒之前 他講了一句話 你旁邊有沒有人 我說沒有啊 他才笨笨 沒有啊 他說好那你押下去 那我就押下去 押下去後我就醒了 我就想完了 暖春 那時候心很涼喔 可是我卻沒有很悲觀 然後在ADM旁邊有一張椅子 摸字形的椅子 我就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 我這眼神是看著地下 我發認 看著地下看了二十分鐘 我該回去回程 我再去歸裡面 結果來幫我 被我自己想到一個方法 跟政府貸款 我馬上就醒身了 我知道過去就是過去了 要重新再來 結果一立刻回去 就打電話給鳳凰貸款 什麼一堆人 開始追蹤 結果好不容易呢 他們說請 要寫計畫書 要兩萬塊 請部份寫要兩萬塊 結果我自己寫 因為沒錢嘛 我就自己寫 結果 到了政府 政府和客廈來OK 八十萬 可是銀行不帶給你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收入證明嘛 對不對 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 他說他只帶給你二十萬 然後我就跟神拜明說 你憑哪一點 看我領太公司 價值那二十萬 我怎麼看他 就不只那八十萬 我說你只要給我一個理由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兩個這件事 不然的話 我寧可不跟你帶 我也不要帶 然後他可能被我感動了 那麼固定的心啊 他說好 他說是上面和客下來 他不知道 他說他要去問一下 結果兩天後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陳小姐 上面說 現在帶給你四十萬 我說沒關係 請你給我一個理由 你怎麼看我領太公司 價值那四十萬 我怎麼看他 就不只那兩百萬 我已經跑到兩百萬了 我說你幫忙我了解我自己 如果我也覺得 他只價值那四十萬 那我也不要帶了 我只要一個理由 這樣就好 好 我不為難大家 結果最後他八十萬 被我感動 那八十萬帶給你 那這個呢 八十萬帶過來 讓他設備買一買 你知道嗎 光是一個急速冷卻機 就三十五萬了 一個冷凍庫 三十萬跑掉了 其實是沒有錢的 可是一路上走下來之後 我第幾年 買了我現在的 透天一到四樓的償還 可是我去代款的時候 我沒有錢啊 我找了四家一樣 都沒有人要帶給我 不可能嘛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 沒有 結果 重點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信用這麼好的一輩子 竟然沒有人要帶給我錢 因為我沒有跟銀行訪來 我搞不清楚那種關係 結果後來有一天半夜 有突發去想 我突然跳起來 把我在外面的資歷 在救國團教課 外面補習班 還有我七八公的證照等等 還有我現場的製照 所有拍照 全部傳真給四家銀行 告訴他 偶爾常帶銀行 我說服他很不曉 我說我要帶四百萬 他們回答我說夠嗎 就這樣子 我順利帶個第二次的帶款 這個也滿尿的齁 OK 然後接下來一個人奴目難領 人力是要命的問題 一個人奴目難領 你知道大到一個國家 要總統跟副總統 小到一個家庭要爸爸媽媽 你創業也是一樣 要一組內一組外 你怎麼做啊 你一個人怎麼做 我最後就選擇了網路 其實真正像回想起來 網路是最難做的 可是我怎麼樣通過了網路 我待會再來也是分享一下 那能力都不用講 你知道路 都是能力耶 拖啊洗啊 很可怕的 剛開始我是我的學生在幫我 到後面就是自己撐起來 那不過我在這裡重點是 一個人不要創業 真的不要創業 OK 顧問的像算命師 我記得我剛剛有講說 我去參加了這很多的課程 舞蹈的課程等等啊 你知道嗎 有一個顧問是非常厲害 他在講課的時候掌聲融雷 不斷的這樣掌聲融雷 那他講完之後啊 他在講台上面墮過 就這樣子走來走去 大概只有兩三分鐘 他已經講完了 然後就頭抬起來 跟你講一句話 他說 創業之前啊 我建議你們去算個命 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 他講了一句話很好 他說你對自己的認識啊 就別人對你的認識 他只有兩個 他有一個未知的 第三 不認識你的人 要對你自己的了解 我當然一命理我懂 我懂 所以我可以認懂 但是一定要找對人 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說他 他說他 他輔導的很多 明明看他是一定起得來 一定起得來 最後他死耶 那你 他這輔導的顧問 其實他也很為難 他也很盡力 可是他最後怎麼 我 那所有的顧問 其實並不看好我 那 成功要天時地利 人合 要我運嗎 那其實我知道 我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 我沒有蜜也沒有運 我唯一是靠努力 我那個毅力 所有顧問 不看好我的時候 其實我就做給他 就是 變得發奮途強 所以有時候 人的轉捏也說 是你跟你騎跨 然後我決定要做 做網路的時候 我去了解一下網路是一場 血淚戰 你知道嗎 網路上面就是特價 都是那種手動詞 有沒有 很可怕會吸引人 你太空到現在為止 沒有降價過 沒有 只有相信有時候折扣一下 對 然後出來演講的時候 折扣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覺得那時候不懂啊 網路就想說做平台 品牌做起來是不是網路就很好賣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在品牌的位置 其實錯 很多人告訴我 顧問集告訴我 頂著麥當勞 肯德基 他們極意的閒詐他的品牌 你根本玩不起的 他說你不要 你用你的品牌 用你的產品 你去打紅橘乳味就好 不要打頂太貢 後來我就開始 就是用紅橘 走到哪裡就是紅橘 所以我被別人認 看到我就叫我紅橘 我的廠商上面 也不是寫品牌公 那個送過來 上面寫紅橘 所以後來慢慢慢慢發覺 紅橘就是我們的代表 所以品牌這個地方 不要迷失 然後最後我是決定 給自己一次聽國的機會 我相信一枝草一田木 天無絕本之路 我那時候非常的努力 既然老天爺給我這樣的責任 我相信在打草重生的道路上面 只要當我走過 當改變發生他就繼續改變 我是怎麼改變他 用卡的用補都沒有關係 我就往下走了 就開始補太空的 這個 好後來呢 我決定要一直做了 我們這樣子的年紀 電腦不是很厲害的 但基本的用文書大概都會 可是我既然要做這一塊 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的深入 結果我的第一份 我離婚之後第一份的薪水啊 我請了一個家教 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請家教的 教Window 我告訴他 我要徹底的學Window 所以他來教了我兩個月 我很認真的學 學完之後呢 我第四個月 我就到巨匠 學那時候是網際網路板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太上網的 結果學完之後呢 我買下巨匠 巨匠店長知道嗎 買下巨匠的 白金終生會員牌 整個買下來 是第四個月的薪水 那時候做師傅 我做師傅 薪水還蠻高的 然後開始一連串的學習 不但學 你知道學了二十幾種軟體 最後什麼都忘記了 怎麼可能 可是我還是不實習嘛 因為你去學的 都是那種年輕小伙子 老師要問你懂不懂 只有我不懂耶 然後我又不敢講 我不懂耶 然後我一直吵隔壁的 他們就覺得很煩 然後一個白金會員牌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付去 不用錢 所以後來整個啊 整個學下來之後 我留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美工的修圖 剝托下工學的不變 那現在的網站 官網每個字每個動點 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靠那個軟體 可是我學的工立還在基礎班 初級階段 我已經可以做我的官網的 對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 我自己第一套的官網 是我自己做的網頁 我以為我要報單了 因為我要開戰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做那個網站 覺得很漂亮 可是在專業的來講 根本聳到不行 結果都沒聲音 半年之後沒有聲音 後來我就開始思考 到底怎麼一回事 到底怎麼一回事 問你書在哪裡 然後我每天都在看 看我的電腦啊 這個Monica你知道嗎 如果我是她 如果我是她 她是我的身體 我如何讓她啟動 所以我後來我自己想 那一定要三魂七魄 才會動嘛對不對 那三魂七魄就是軟體 我後來就去各個網際網路上搜尋 所有的行銷 工師 去上所有的課程 什麼網站預貨 大家聽過吧對不對 不斷的那種什麼關鍵字 到網站預貨 學了一堆 但是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 當你去上一個課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續滿了電 走出來好像有風喔 可是你坐到你的電腦桌前面 你完全用不出來 有沒有這種經驗 有嘛對不對 然後我就思考 為什麼 這問題出在哪裡 我一直去認識自己 結果 我要找了一家 顧問公司 它有一個 三個小時免費的課程 我怕被騙 因為我一直砸錢 賺到一點錢 就去砸那個 一直學一直投資自己 其實都是空的 直到找到那家顧問的時候 我開始罵半輩 走出來怎麼一回事 我才知道說 網站怎麼一回事 然後呢 那個顧問跟我聊天之後 他覺得我的特質很特別 所有的學員 沒有人像我 像我這樣會問愛問問題 他講一句 我可以問他十個問題 他完全招架不住 然後網站我問他說 網站什麼樣的狀況扣一分 怎麼樣狀況扣七分 怎麼樣跟我狀況加十分 大數據怎麼跑 雅霍希摩的引擎怎麼跑 小數據多久跑一次 等等 他問題他完全 他說 陳姐你看我不要想這麼多啊 這些問題都不在我 教學範圍之內 最後 最後 我去找雅霍希摩 每一個部門 我都去騷擾 都去騷擾 問我剛剛那些 問其妙的問題 然後雅霍希摩認為我是駭客 當他認為我是駭客的時候 我就換一個部門再問 最後我才知道說 雅霍希摩有一千多位員工 我才知道耶 然後來呢 我就去 去熟讀 那些雅霍希摩的那個條文 法律的條文啊 結果呢 我自己就創了一些 專家的法律漏洞 然後我常常收到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檢舉的信函啊 所以我在網路上 不法啊 不可不可 但是 我已經把網站做上來 嗯 那時候我在想啊 給你一個理由 上我家的網站 我給你什麼樣的理由 你會上我家的網站 我在 我在 經營我的觀望 觀望大家都會做 有沒有生意呢 沒有嘛 對不對 包括雙城也很難喔 我當初一直在思考 這個問題 想了很久很久 後來我有想到一些方法 只是因為時間有限 客戶在哪 遠在天天近在眼前 我常常形容網際網路 就好像陽間 飛衣間 你知道嗎 靈界 靈魂的靈界 我們在的空間 是現在 可是靈界其實就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另外一個空間 網路就是這樣 他好像在隔壁 可是又好像在遠遠 你在你的光網那邊 知道別人又找不到你 結果很奇怪喔 那怎麼樣去突破這段 我開始去 往路去啟動 這啟動喔 這說來話很長喔 關鍵字 光是關鍵字 我就研究了三個月 那 顧問告訴我 陳姐你不要想那麼多啊 你關鍵字你就下五個 你賣乳味啊 紅菊乳味 好吃的乳味 你就下嘛 結果有人會搜尋好吃的乳味啊 對不對 我沒辦法接受 所以後來我自己下去研發了 三個月 我自己的一套邏輯 所以把養物形容給翻過來 翻過來後 就開始被知道被找到 然後努力達成我的目標 我那時候做了那番子行銷 番子行銷也很特別 很可怕喔 早期的時候 我在經營的時候 前一年 比經營下來 我搜尋紅菊乳味 搜尋量大概三十萬筆 我翻到兩百頁 都找不到我頂泰宮 我多失望啊 我這麼努力做了一年了 都還找不到我頂泰宮 然後後來我就跟兒子講 那時候他才大意吧 我說 兒子啊 你可不可以寫一篇 小小一篇 說你 紅菊乳好吃 沒有人在官網上面說我們好吃耶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篇啊 結果那一篇 一個禮拜才到我手上 還送我的句話 你很煩耶 這種事情不要叫我做好不好 可是他還是勉強寫的 一小段 這樣兩小段這樣 然後我就摳到官網上面 感覺上好像比較充實 有人講我的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網上是這麼的困難 你要很多人的曝光 你自己又沒有辦法去寫 對不對 好那 那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的努力達成 怎樣被知道被找到 我去想了很多很多那些網路行銷公司的手法 去研究他們 事實上我本身就是一個行銷 行銷的 不可以講專業 但是他們的手法我都懂了 重點是 我一個人 人家是團隊 怎麼做啊 怎麼做 我等一下就告訴你 告訴一點點啊 時間有限 我知道 我在一邊見過整個網路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知道 改變秘密的絕招 我剛講過 我密不好 硬眼不好 我如何改變我的絕招 那就是把一件品牌的小事 做到如火純青 如火純青 如火純青 這很重要 我在整個見過網站的時候 我同時見過廠商的SOP 這個SOP 怎麼學呢 我沒有學 我從小到大我都知道了 做一件事情都要計畫 計畫就變成SOP 沒有計畫我就不會做 那我一直都有概念 就是說 我要爆單 我隨時廚房都要準備 大量的吞吶量 來應付這個爆單 雖然他還沒來 但是我知道 我感覺他會來 所以我就見過生產線SOP 在四瓶的廚房裡面 吞吶量到極大塊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特質 然後呢 我從兒子那邊寫了一篇文章之後 我發現到這麼困難 那時候員工只有一個 我就把這個員工造成 我呢 開始準備寫文章 我把寫文章做成SOP 花了三個月 寫一大堆的SOP 然後把他找我來說 今天開始 我要你寫文章 我阿姨嚇死了 他說我只會洗盤子跟滷味 你叫我寫什麼文章 怎麼可能 我說沒關係 你只要四字就可以 我說白紙黑字 你翻到往哪裡 你看到什麼就寫什麼 然後你緊抓著一條線 你不要迷路就好 你只要一迷路呢 你就來找我 包括拍照 角度 桌金 凡視 燈光 我全部都在SOP裡面 剛開始我帶著他幾天 後面他完全上手 你知道他拜年寫出兩百天 他自己都不知道阿 兩百天之後呢 他用寫的他不會打字 結果叫他女兒過來 暑假來打工 叫他開電腦 開電腦之後 我就做了一塊SOP 直接灑上網際網路 你知道網際網路太大了 要灑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 全部都在做功課 鋪天蓋地 我常常在想喔 網路怎麼過來 就是這邊灑一泡尿 這邊灑一泡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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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待下雨 然後把尿連結 整個壟斷 其實我從這個地方開始了 然後關鍵是 我鬧翻了雅霧心魔 那雅霧心魔很多的那種法律 是因為我改掉的 很恐怖喔 我常常收到那種很習慣性 嗯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有這麼大的 那個 光網每個之眉的動力 每個都沒有動 自己用心盡力 到現在為止阿 我的光網 光網其實是溫度 不需要你要多漂亮 你要找設計師設計 多漂亮都有 但是沒有溫度沒有用 我去年有一個獲勝人打電話來 他說 呃 文老闆叫我打電話給你們 想請你們介紹你們的設計師 你們的光網做得很漂亮 我說沒有 我是自己做的 他完全不相信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要的風格 那去年我交給我兒子 去做這個光網 結果他幫我改掉 因為每個人的思維不一樣 他整個就沒有我的風格 我自己經營起來很快 結果還是收回來 我自己做 這個 光網 光網從零到現在 到整個網際網路的鋪天蓋地 到累積到現在的一個能量 他都出自於0.0的累積 不斷不斷的解決問題 因為媒體不夠不得 你在創業過程中 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第一次問我的時候 我自己也傻眼了 我說我沒有遇到困難阿 我什麼時候遇到困難 沒有阿 但是我每天都在解決問題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想困難兩次 每天都不斷地解決問題 所以我沒有派遇困難 是因為是這樣子 然後從一個網路的文盲的錯話 我從一個沒有所謂的網際網路的概念 那時候啊 那時候實在還不適合那個 然後到所謂的順手 什麼叫順手 我們有一次政府辦了一個台中旅展 你知道嗎 哇那個兩百多個攤位 那個裝潢的美倫美奐 然後地下是地毯 可以在地下睡的 我進去的時候 我感覺那天 我準備二十萬的過 四天 然後開車下去 天啊 他是中國時報跟旺旺 中國時報跟 不是我錄影不行的 是某個單位辦的 我就覺得這個很搶手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對他很有信心 結果一天 就一個小時才進來兩個人 他的結果是一整天才接到四個人 所以整個兩百多個攤位 全軍附墨 結果兒子 我叫兒子去賣 兒子拿著一個籃子 像彩花的那個什麼什麼 仙女這樣子 到處去給電商那些開辦去賣 所以我們在營業最高 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第二天我就撤回來 二十萬的過 我從網路上沒有殺 這個就是順手 我怎樣沒有殺掉 我們一定有動作 這個就是網路要經營到 這樣叫順手 然後當改變開始發生的時候 改變就會發生 我從來不覺得說 前面沒有路 我從來沒有想到未來 我就是當下 努力 當下 來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未來交給未來 太遙遠了 是這樣子 我總覺得一片 一片的那種紮草重生 當你走過那條路 他的滾跡就在 他的滾跡就在 不管你是滾的 爬的都好 他一定會形成一條路 所以我只要改變他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跟昨天一樣 你所得到的結合 就跟昨天一樣 所以你必須每天的 進步一點點 哪怕是網路的 一小的 一小的知識也好 我覺得生命中很多的會人 哪怕是一句話 你看我多少次當生命落線時 我們都在繞圈子 多少人就這樣被困在裡面 我被困了這兩次 那這兩次呢 一次就是珍珠 我覺得我要做一撮泥土 我要讓所有人 把我採心一條的東西 第二件就是局長這件事情 我相信天空這麼大 可以包容我所有的回去 即使我的爸爸 我的親人所有都放棄我的 甚至覺得 你根本就是不行啊 你為什麼還要做 OK 困了一陣子 可是我還是堅持走過來 但即使我失敗了 其實我也是 對我自己很感恩 就是我沒有呼呼我的生命 我這樣子 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 神父奮鬥 有時候 你夢怎麼想 怎麼許 還是一場夢 最後是不空的 可是我相信 華麗的跌倒 總比無畏的徘徊 是不是 我寧可他跌倒 但我經歷了一場 就像談戀愛 你即使是失戀 但你也談過 所以後來我繼續走下去 繼續走下去 創業很可怕 我後來才知道 創業是一條不歸路 我坐下去 偷襲下去是回不來的 你只要斷掉就是失敗 而且創業不管在哪個階段 都是開始 你像我現在 我還是開始啊 你知道我不能放 一放就是失敗兩個字 所以我那種無形的 後來我今年是整個覺悟 總核心能力 就比較好一點 透過所有所謂的努力啊 爭取啊 使勉為我們的冠軍加分 你知道什麼叫內軍 內軍就是你的八字 就是 你該來的 你的財運啊 你的事業運啊 對不對 你的 你的 你喜愛的對象 你知道緣分來到你面前的時候啊 你可以選擇不結婚 你可以選擇不生小孩 你的行為 你的知識 你的努力啊 你的想法 那個叫外軍 那個叫外軍 那外軍跟內軍跟你先天 兩個加起來才是等於結婚 那我的內軍呢 我的八字就沒運嘛 不然我不用耗這麼久 因為沒有運 所以我在外軍呢 在努力呢 我是努力到十分 到兩分 我一天工作可以到二十個小時 沒有人我在幹什麼 沒有人知道我在幹什麼 所有人喔 都覺得我很努力 但是你什麼都沒做 問題是我做的事情 你們全部都看不見 我整個做網路 在網路的見過 要兩三年的那種 那種不斷的積累 他只知道我每天在那裡 敲鍵盤 然後逛街 可是沒有人知道我在幹什麼 好 我就是在這裡 不斷的告訴自己 我要為了不斷去加分 可是如果說你的內軍啊 你的內軍先天的八字 現在很適合創業 有沒有運來了 財運來了 我告訴你 外軍可以不用這麼能力 不用這麼能力 我在研發的時候 我的外面世界不存在 我曾經記得喔 有一個老師跟我講 當你做一個事業 做到廢勤旺餐 你覺得會成功 我現在才體會喔 我做這個體態工 我倒了兩年時間 我整天吃餅乾 因為我愛吃餅乾 餅乾吃了以後 不會餓 我完全忘記吃飯 每次到半夜肚子餓 就是不知道自己 怎麼會那麼難過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散散美食 結果後來整個身體裡就狂掉 可是因為專注 我把體態的活動上來 這個很重要 我那時候身體狂了 狂了 看了第十二個醫師 才找出原因 就是極度的營養不良 然後呢 最嚴重的時候 我一分鐘打至八十個字 可是我嚴重到 我半個小時打不出我 乘以臨 我的臨子三次打不出來 我完全失意耶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看醫生都看過好 那最後是營養過癢 那台大的醫生跟我講 你根本沒病啊 你就是營養過癢 他說信不信 我下降血壓給你 我抽血給你 結果血壓只有三十 他六十 他說 三十到六十 你還能站在我面前 很奇怪耶 你講話拼槍有儀 氣勢還這麼好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你 其實我是在撐著 我應該是在撐著 然後呢 血壓只有人的一半 所以我在當下那種狀況下 我還是很樂觀 我覺得我把我的身體交給老天 把我的身體交給醫生 我完全不能煩惱他 沒有時間煩惱他 我只能煩惱警察哥 所以到最後啊 因為你血壓只有一半 所以他打不到頭 打不到腳 所以腦部缺氧 結果呢腳很冷 即使在動 在夏天他都很冰 那剛開始的時候 起來動一動 然後再坐下來打電話 還好 到後來不行 他起來跑 跑一跑 然後再才做 那最後又不行 後來就是去洗澡 去沖熱水 沖一沖再來做 最後連沖澡都沒了 最後為什麼沖澡 我所幸呢 最後最嚴重的狀態是 我早上起來 只能維持半個小時的工作 的能量 我就要倒下去 我就要躺下去 可是我竟然還 我當時都不曉得 我現在回收起來很可怕 我當時還竟然是把一張床 搬到我的辦公桌旁邊 我坐一坐一躺一躺 坐一坐再躺一躺 我這樣維持了兩年 然後呢 我心裡想 我就交給醫生 這個醫生呼吸不一直壞 一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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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到第12個醫師 才診斷出來 因為我看起來 怎麼看都不像你療不癢 就很怪啊 中醫也調了五家 診斷法脈都很厲害 就是調不起來 然後我剛剛講有貧血 中醫就會拉你這個血鏈 拉下來看一下 他還說你有貧血才怪 就這樣子 後來現在身體調上來 七八成 好多人 好多人 好 人的一生最大的人際關係 是誰 是誰 是神 我曾經也問過自己 是自己 我一直覺得我都很樂觀 如果你沒辦法跟自己相處 你就沒有辦法創略 你知道一片落葉飄下來 到底是衰敗的象徵 還是重生的象徵 全部取決於你的心態 所以任何的負面挫折 我永遠都是非常的樂觀 因為我懂一點命理 如何讓好運祝福我的實質 你知道樂觀很重要 我沒有慾 通常沒有慾的人會抱怨 會沉澱 然後心情會腿肺 那好運的時候呢 你會樂觀會臭鼓 對不對 還是自己的事 那好運怎樣再祝福在你的體質裡面 再給你不好的時候的慾 當然要浮誇 平常就是要不斷的 不斷的修自己的浮誇 那我在創業過程中呢 我曾經一度這樣想 我都沒有為別人做過任何事情 我都一直專注在一天十六到二十個小時 都在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似乎沒有回饋給社會生活 所以我自己很白癡的想法 我竟然做了一個表 日行一賽的表 我今天有沒有做什麼三次 這樣去寫寫寫寫 讓我自己的好運 祝福在我的體質 結果後來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其實你在做禮拜的時候 就是在做好事 因為我們的東西真的很好 跟一般的完全不一樣 後來我才對我自己有點交差 然後創業過程中呢 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都要告訴自己 本身是一場遊戲 不要想太多 那遊戲呢 就要有野獸才好玩 野獸就是挫折啊 是不是 一場遊戲裡面沒有野獸不好玩 所以當野獸來的時候啊 我就知道了 我要怎麼跟他玩 就這樣子一直玩他 一直玩他 一直玩他 執著比堅持重要 堅持大家都會講 可是堅持的背後是一個執著 執著的背後是一個熱情 如果你沒有熱情 沒有執著 你根本不可能堅持 所以堅持根本不要去談他 我相信成功路上齁 等人啊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競爭者越來越少 相信嘛 也會堅持 對不對 所以這最快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三點齁 快三點 那邊就腳欄好了齁 OK 現在我選擇的一個方向 我只能上路 我不滾頭 這個呢 我在去年的演講裡面 我都會帶到一個就是 我要做我全世界 全世界的一個滷味 我記得我第一個員工 進到我的場內 第一天上班 我跟他講一句話 我要讓鼎泰國跟滷味 騙警台灣在那邊可以叫我 很習慣 那是在一個很 很自在的一個狀況下 講出這句話 現在回想起來好誇大 好力圖 可是我覺得慢慢會實現 我在鼎泰宮呢 不加一滴水是全國首創 在今年已經研發出來 粉料有味 粉料有味 就是說你是經銷商 我拿粉給你 你加水下去就給你了 沒有攝氏 沒有香精 這是全國首創 那外面的那種火鍋的粉料 都是化工來的 總醋調一調 就給加入商 對不對 可是這個粉料說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他品質我自己可以控管 然後這也是全國首創 那 因為他要加水 因為我把它乾燥之後 他要加水還原 所以他是不能講不加一滴水 那目前呢 紅菊乳味這種粉料 我預計於明年 就會打大陸跟馬祖授權 會走授權的路線 就誰願意開店 我就做乳味給他 讓他開 那粉料乳味現在移出來了 下半年我們研發 常溫乳味 放在常溫可以放一年 他是高溫殺菌 殺菌乳殺菌的 他整個袋子裡面是無菌的狀態 不用防腐劑 那這個就是要拋向國外 全世界 我在去年演講的時候 我會告訴大家 區區一切平凡如此 胸懷天下 我那時候覺得自己 自己志氣好大 你知道嗎 可是今年我又覺悟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整個放下來 我整個做授權就好 OK 每一個現在也起來就是未來 我覺得創業這種東西 每個人都會想要 徒得那種比較安逸的方式來創業 但是追求卓越不可能安逸 這是我的想法 現在年輕人很怕受過者 超沒出 所以你這個要下一代這一關 我的孩子很乖 我從來不打不罵 不哄也不會大聲 他去年七月份下來的時候 是第一次的衝突 我從來沒做過同學 我後來才知道我的教育失敗 我從小就是很溫柔的跟他們講話 然後我們的互動是非常非常的協調 感覺上是我是好媽媽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也很聽話 就是因為我之前呢 太柔軟了 跟他們講話從來不大聲不罵 然後不講負面的話 造成孩子聽不得逆 逆耳 逆耳 所以當他下來做我的同事的時候 他完全招架不住我這種 典力完美的要求 所以就失戀 現在看就辦 我知道 OK 每一個現在變起來就是未來 我覺得只有當下 不要去想未來 這是我自己的作用 每一天都在創造未來 每一天 學習等待再會成氣候之時 等待其實是很恐怖 創業等待很多人就死在等待 創業沒有快 這很可惜現場的人好像沒什麼創業的人 如果你創業創一家店面是還好 雖然一個小小工作室也還好 可是我一個女孩子一個人創業 要創造國際 我那種胸懷大志 胸懷天下 我都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到後來我到今年度 我自我了解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人要走核心能力 我頂泰宮從不加一滴水 到粉料乳味 到常溫乳味 而且這個常溫乳味 讓我研發出來 是不用乳的 也是全國首創 我三個全國首創 我沒有上過任何的課 沒有 沒有 我為什麼不走核心能力 我授權就好了 我授權給馬祖 因為昨天那個現場有聊到 跟酒廠合作 我授權還怎樣做都好 然後大陸那邊授權 我不要自己做 然後不要去開自己開中央廚房 不要自己去開店 讓你們去開就好 我就負責研發就好了 你看我今天 今年在一年之內 我研發了粉料跟常溫 很可怕耶 那事實上 我咖哩乳味沒發出來 我任何乳味我都研發出來 我手邊還有很多的東西 是市面上沒有 因為我很喜歡研發 我昨天還跟現場聊到 我說我博小三年級 在馬祖吃到第一根的雪魚相思 你看看 我沒錢買喔 我下去也研發雪魚相思耶 你知道嗎 做一個魚面的方式 看爸爸媽媽做魚面的方式 那個放在鍋子裡面拔 有沒有 拔拔 拔跟燒焦燒焦的 翻過來 拔拔拔 就是拔拔 就有點焦味 然後把它切切切切 很像雪魚相思耶 像到不行就是味道不行 我從小三年級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直玩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我為什麼 還要去學做生意 我覺得太殘忍了 李泰公從一路上這樣上來 然後我們未來的世界 而且還要我去經營 那太不公平了嘛 我是這樣覺得 你是這樣覺得 OK 好 千山萬水走一趟找到自己 在過去去年的我 我以為找到自己 是李泰公的定位 我現在今年的我 找到自己是核心的定位 是完全不一樣 我發覺我今年輕鬆了 李泰公好像這麼小的一個廠房裡面 一天到晚就有人來要加盟 一天到晚有人要批發 一天到晚要來這邊合作 都來談 我今年完全拒絕 你知道嗎 因為我過去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今年我是打算 跟到我準備好 常溫出來之後 你們過來談 談一個殺一個 就這樣子 我就給他授權了 看怎麼玩怎麼合作 所以你看我這次回來 縣長主動找我 他也是想要合作啊 對嗎一樣 但是我就回饋鄉西是應該的 本來我們的羹 本來就是紅雞在旁邊 所以我一定會回來 是怎麼回來的 然後我遇見未吃的李泰公 這是我對李泰公的胸懷天下 我不敢 我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剛剛講 我要讓李泰公的滪味 騙擊台灣的每個角落 是這樣講的 但是現在還沒 不知道有沒有做到 載配量還算是可以 但是我遇見我未來更大 更大 也許品牌怎麼玩我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所有的過程 我把它當作一個獨木的過程 很簡單的 看待生命所有的獨案 我覺得所有的挫折都是 給我是一種不合 我現在回想起來 還好我從小在一個密集的環境長大 造就我這麼大的一個韌性 我自己怎麼走過來我不知道 但是中間我都是走過來 所以今年開始 預計三年後我要放下 看誰接放 我曾經想今年研發常溫出來 三個全國首創之後 就賣個統一 賣給愛滋味 賣給新東陽 都好 我賣掉就好啦 我再創一個東西再賣 那台灣的咖哩滷味買了 我再創一個滷味嘛 很簡單 因為研發對我說的真的是小事 小事到不行 對 那常溫乳味 你知道嗎 常溫乳味有一個特別 就像罐頭啊 它骨頭是軟的 對不對 它因為140度高溫殺菌之後 它所有的東西 骨子都被破壞 肉沒有肉味 豆干沒豆干味 我的產品第一次去殺 我傻眼了 我才知道原來罐頭那種東西 全是色素相接 因為不然它沒有味道 然後對我說來是一個挑戰 我如何研發它色素不相接 我認為我做不到 我當下認為我做不到 可是我還是去試 如果我是放了色素相接 那就跟一般的外婆沒什麼兩樣 結果後來呢 我第二次研發下去 第三次下去 我現在的常溫 我核心配方已經出來 它不用色素不用相接 全部打成你 對 人還是要走核心能力 快了 週年之後 要你擺生液淋不了這時間的善 這是我自己 我導了兩年的時間 我兩年的時間是稅一下起來 稅一下起來工作 稅一下起來工作 然後跟外面所有人隔絕 我媽 我爸爸說你在做什麼 也找不到的 我覺得齁 一個擔心 其實上 你自己的氣勢就很弱了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朋友 通常會去攀附一些協助你的人 可是我的個性又沒有 我不會去攀附任何人 我不會去 刻意去追逐一批馬 但是我會用追馬的時間呢 來經營自己 來去種草 當你春暖發開的時候 要一堆的馬讓你跳 我當時就是這樣子 所有人我都去決了功能 我不斷地精進我自己 然後最後健康倒了 但是即使在今年回頭人 把健康撞回來了 現在我周圈問題 全部都在住家 OK 最後了 好運是當機會來臨時已經做好準備 你知道我當初媒體要報導 我整個在網路在經營 經營到最後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就剩媒體 沒有人採訪 所以我做了整套的SOP 要開始去採媒體這一塊 我怎樣跟他互動 我怎樣跟他試試 我怎樣跟他談 我怎樣跟他談 我整個都做好SOP 因為我在整個網路上鋪天蓋 連尿都已經灑了喔 我準備媒體一爆 那個全部都連結 可是呢 我正準備要去經營他的審判 他自動來 OK 就這樣上來 所以好運不是說好運 你如果只是你在命中八指的好運 他會虛發 不壞 要還是要做好準備 我若開花蝴蝶就來 這句話LINE上面常常聽到 我覺得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第一批馬 我去種草 種這些草 這樣覺得好 發蝴蝶就會來 種了春藏 發蝴蝶就會來 果若精彩 天智安排 我夠努力 夠精彩 老天爺絕對不會呼呼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沒有過去 沒有未來 我只有當下 然後最後我覺得 人真正的勇氣 不在於一往前衝 而是在於放下 多少人放不下 可是你知道多少企業家 在一戲之內 全部放下 他覺悟 覺悟 我覺得人走到這個境界 我覺得是夠的 如果能夠回貴相親 能夠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願意釋放 大家一起來天天放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